台南房价居高不下 议会现在严拟要推动囤房税 因为根据台南市财政税务局的统计 有人名下非自住的房子 竟然多达78户 太扯了吧 为什么 现在房价那么贵 78间太扯了 做包租公 包租婆了 一个人有78间房子听起来很夸张 不是自己住 那出租的几率就很高了 如果囤房税通过了 五户以下要课征2.4% 六户以上要课征3.6% 而市民房产大亨 要缴的税有多少 房仲用预估的方式算算看 均值的话 五百万一户的话 他有78户的话 等于是相当于3.9亿的市值 大概一万五的房屋税 加地下税的持有税 来算78户 假设每户房屋税一万五 拥有78间房子 原本每年要缴117万 提升税率之后就变成了280万 税金等于增加了163万 绝对不是打房 囤房税是打击炒房 那有些炒房 比如说预售物的红单 一手一再转手 然后价格一再轰台 那你怎么去判断是自用非自用 其实这个所谓的自用住宅 在 在 如何区别自用和非自用 议员也希望是否能够多想想 免得打击到小老百姓 希望透过囤房税来压制 不要让一般人想要在台南买房 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立轩王少宇和盛峰台南报导